先看資金流向 資金流向一樣是33個 由於我們今集是中線投資,找機會 所以中線投資,理論上我應該是看一個月和三個月 我們先看一個月 因為這個表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可以全部剔掉 一剔掉,右手邊就會出張過去一年 就是這五個行業 過去一年,哪些升,哪些跌,不用逐個讀 方便看你現在的強勢 意思是過去一個月最強勢的一個 究竟過去一年是否最強勢,未必 可能最近一個月才會升上來 這樣方便比較 我們選擇了這些 其實很簡單,做分析會議時 你拿著我經濟通HVII做分析時 你每天按下,按這個表又出現 按這個表又出現 這當然是值得注意的行業 直覺已經知道,當然靠直覺是不行的 你要再進去仔細研究 那就可以這樣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叫做 這裡提一提 就是我們講的歷史表現 就是講的升跌幅 其實右手邊的圖表 其實也有一個恆生指數 就是黑色那條線是做比較的 大家就會看到黑色那條線 就是恆生指數 多一個 是的 換言之,我們現在禁了五個行業類別 其實都是跑贏大使的過去一個月 大使是 人家 實力積追